赖清德当选总统大理 居然是惊吓包 诺鲁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 被解读是陆方 给赖清德的台独路线 下马威 赖清德跟这个萧美琴 在中国大陆已经被定调为台独 你不可能期望中国大陆 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如果说诺鲁只是倒下了 第一块骨牌的话 那我也建议这个蔡英文政府 要加强外交方面的动员 大陆用实际行动 示警还没上任的赖政府 要想避免断交骨牌效应 两岸问题是要意气用事 还是以柔克刚 两条路赖清德怎么走 赖清德从他当选的 这个讲话里面看起来 他走的路线是硬碰硬 我觉得都没有表达一个 要缓和两岸的紧张 反而会加剧这个紧张的情势 他的发言应该要对台湾是有利的 而不是不断的一断 把两岸关系带到 这个更深的一个冲突 更大的一种消耗 只是消耗两岸关系的 还有一颗大地雷 外交部长吴钊燮 去年十月弄辱政臣变天 但那教授黄介正质疑 外交部情报失灵 说政府对于邦交国 确实有比较疏忽的情况 被吴钊燮反呛 输为可笑 网拒学者身份 不到三个月 吴钊燮自己翻车 吴钊燮的任内就拼命断交 越断交他越凶 因为他知道这样子组织高兴 所以他就是借着断交保住他的光位 这才是最悲哀的地方 立委王洪威更秀出当时中央社 引述涉外人士的报道 说诺鲁新政府反而更挺台 对照现在的诺鲁断交相当讽刺 吴钊燮任内林建交 倒是断了八个邦交国 网友直言现在无感了 只要是民进党执政 怎样都无感 所有外交问题 一律建议分手 也有人说都断也好 这样就没人承认中华民国 断交断到人民麻痹 吴钊燮公不可没 借邻居风云全由台北报道